那支手錶應該現在的牌價大概是四十二萬五千塊 因為他是勞力是相賺款 那根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手錶 手錶珠寶超過二十萬就要申報 所以需要新顯然也沒有申報 不要緊張 我教你怎麼說 那是我今年當選立委之後 我慶祝自己買的禮物 因為還沒有申報 對 可以 過關 那你還有個方法 其實我身上那個名牌 衣服那個都山寨貨 所以以後你不叫九百新 你叫山寨新 你怎麼可以買仿冒品 許曉星有什麼不可以的 他都可以 你有看過女性立委在公開場合脫衣服嗎 你竟然會動到媒體的身上 你去找了長官 然後去施壓 施壓媒體 不能去做這些對你不好的報導 這個我就會覺得說 我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那我赫然就又發現 這幾天打開另外兩大報 包括中時聯合 我就直接點名 都沒有許曉星的新聞 我確切的知道說 他有去找一家網媒 這個部分去關切 吳俊瑩就是把他比作說 他跟柯文哲很像嘛 兩個都是巫賊嘛 就是他們的巫賊戰術非常像 巫賊最會的就是四個點 第一個就是他們很容易 就是噴黑墨以A打B 然後第二個就會利用周遭的環境 隱藏真正的意圖 第三個會快速的反應變化 最後呢 就是會開始這個利用周遭的 這個輿論啊什麼的 隱藏自己真正的意圖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比喻蠻貼切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標題應該改成 早餐店女孩理財有數 大家也覺得很厲害 我光看到請問一下 晃哥怎麼樣 老公跟老婆薪水加起來四百二十萬 你一年可以存到四百一十五萬 還可以給婆婆一百萬呢 這個真的好好學一下 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 不可能 要給婆婆一百萬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兩夫妻一個月收一年的收入 因為他們兩夫妻大概一個月收入 大概是二十六萬左右 那因為都是公職人員 一年大概就領十三點五個月 所以他們兩夫妻一年的收入 大概在差不多三百多萬 那好 再我就算再加上這個 徐曉星的通告費 你一年了不起 就四百萬的收入 那別忘了 這個都還沒有扣 勞健保還有所得稅 那還有選舉補助款 對 以他們兩夫妻的收入 那個稅率應該是會跳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他的所得稅 其實都要繳幾十萬的 你怎麼樣 不可能存四百一十五萬下來 所以這裡面牽涉到一個問題 當然徐曉星 你現在不是貪污被告 但是有財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公職人員本來就應該要說明 他的財產來源 好 這是2017年徐曉星 應該是在第一次選市議員的時候 早餐店女孩 意思是說他們家是開早餐店的 然後他是沒有背景 然後這樣一路靠自己奮鬥 這其實呢 一個早餐店女孩 現在能夠當上立法委員 而且變成一個全國性知名的人物 這原本應該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故事 我們應該鼓勵大家都去開早餐店 不是 也就是說這本來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故事 那但是呢 為什麼到徐曉星身上會歪樓呢 第一個 他手 他今天 他有沒有注意到 他今天沒有戴手錶 對 因為被阿苗講了嘛 你不要申報 所以徐曉星顯然也沒有申報 不要緊張 我教你怎麼說 那是我今年當選立委之後 我慶祝自己買的禮物 因為還沒有申報 所以今年還沒有申報對不對 可以 過關 可以 這一題算你過關 但是要記得申報 所以明年我們就看得到了 也不用到明年 因為立法院的 對新科立委 應該今年就 監察院就會上網公告 所以今年一定要會看到這一支錶 對 如果沒看到的話 那你還有個方法 其實我身上那個名牌 衣服那個都山寨貨 所以以後你不叫九百姓 你叫山寨星 你怎麼可以買仿冒品 許曉星有什麼不可以的 他都可以 你有看過女性立委 在公開場合脫衣服嗎 我第一次看到 我跑新聞跑這麼多年 我只看過許曉丹脫衣服 沒有看過許曉青脫衣服 我真是嚇到了 對不對 哪有女性立委公開場合 在那邊脫衣服 真的下西下井 所以許曉青沒有什麼不能做的 好 勞力士手錶 記得申報 那支絕對超過申報標準 所以他竟然把內衣那個秀出來 他的品牌是什麼 他都給大家看 我剛吃飽 不舒服 不舒服 好 再來 你穿的衣服多少錢 我沒意見 我真的沒意見 其實以一個議員來講 一套連身裙八千多塊 也還好啦 稱不上奢侈啦 那至於說 宇美人送你那套衣服 那阿苗說那是LV 那美人說那不是LV 但是美人並沒有說那是什麼牌 根據我對美人的了解 他會送出手的 絕對不是地攤貨 那所以呢 我相信那件衣服 但是OK 那個我不計較 但是我現在想請問徐曉星說 第一個你 你兩夫妻如何在一年之內 你的現金存款增加415萬 你可以告訴我你有處分股票 但是看起來好像沒有 好 再來 你那100萬 我們已經連續問了三天了 請問那100萬是怎麼回事 貸電 借貸 孝卿 還是投資 四種可能性 四選一 25%的機率 你隨便 這個比 應該比大學聯考簡單 四分之一的機率 你就壓保壓看看 你是貸電 是幫忙減薪債務 還是鄭宇 鄭宇就是孝卿 然後投資 還是到底怎麼回事 你到現在 你是講不清楚的 今天 很多人都在問你說 這100萬 到底是什麼錢 但是徐曉星 從頭到尾在躲避 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 徐曉星很會丟煙霧蛋 我懷疑他是污賊轉世的 就遇到危險 就噴黑煙 今天這樣子 大家是不是就轉移焦點 好像就是沒有討論到 那個100萬的來源 我們不是還在討論嗎 對 還是他又覺得說 這個是轉移焦點的能貴 他試圖用這個來轉移焦點 你看又罵黃捷 又怎麼樣 但是我要告訴徐曉星 就是說 你那100萬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才是這個問題的根源 因為那100萬 有可能會決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知不知情 你大姑在做詐騙的行為 如果是你婆婆跟你借 雖然我們覺得 媳婦不太可能借100萬 給婆婆 要借是找兒子借 怎麼會去找媳婦借 如果假設是你婆婆跟你借 他一定會告訴你說 我為什麼要差這100萬 那你一定會知道 你大姑在做什麼事 這是第二 第二個 如果你知道 而這個錢呢 不是正宇 叫做投資 投資什麼 投資你大姑的公司 那就是你有間接在投資 一家在進行詐騙的公司 那可能會負擔刑事責任的 所以我覺得這100萬 才是這整個案情的關鍵 但是徐曉昕 你到現在為止 你都不敢直接指到問題的焦點 你一會罵溫朗東 罵皇帝 罵皇杰 所有人都罵一輪了 但是你就是不敢交代清楚 這100萬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徐曉昕 你明天如果要再開記者會的話 建議你 只要把這100萬講清楚就好 那其他那些不必要的舉動 就不用再做了 因為你畢竟是一個 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 你不要面子 我們還要臉 那幹嘛是人家質疑一下 就立刻要生氣呢 包括什麼媒體寫待電兩個字 也立刻在訊息框裡面說 記者不要這樣寫 我不是待電 我是給我婆婆 甚至現在傳出 徐曉昕去要求媒體說 什麼翻車 打臉 急著澄清都不能講 真的嗎小玉姐 這三個字急著澄清 為什麼不能講呢 這個我也很好奇 話說為什麼會有這樣事情 其實確實 因為我們在記者室裡面 大家就會開始討論 就是包括平面的媒體 電視媒體都會討論 就說你們最近 有沒有都在報徐曉昕的新聞 結果大家赫然發現 只要這個媒體 講到徐曉昕 不管是電視的收視率 或是這個 平面的這個點閱率 網媒的點閱率 都是非常高 所以現在等於說 徐曉昕已經變成一個流量 就是一個 除了 除了昨天的那個 藍營大咖 這個之外 事實上徐曉昕這幾天 都會成為這個媒體 尤其流量的關注的焦點 那你看嘛 其實對我們媒體人來講 你流量高 你就會一直寫嘛 就是會一直爆 而且這重點是 會去挖真相出來 那我就 昨天就聽到 這個記者在抱怨 就他們就在討論 大家就在講說 他們現在就是被涉現 就是整個被涉現 就是說講到 只要寫到徐曉昕的新聞 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包括有三大重點不能寫 包括翻車 這個不能寫 然後呢 還有包括這個 什麼被打臉也不能寫 甚至連急著澄清 重點不再澄清 重點在急著 急著 這兩個字不能寫 你寫了還會被改掉 不急著澄清 不急著澄清 緩緩慢慢的澄清 慢慢澄清可以嗎 那寫翻車語可以嗎 翻車 但是就是對他這些負面的 都不能寫 都不能寫 對 那就是說你 他就是應該是說 他很討厭人家 就講說他又被打臉 那問題是 問題是你平常怎麼樣對人家的 那我不知道 還有我覺得 就是對我們媒體 我覺得不能接受 是說啦 你自己是空戰小天后 那你如果利用自己的空戰 你幫自己辯駁 幫自己洗白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可是你竟然會動到媒體的身上 你去找了長官 然後去施壓 施壓媒體 不能去做這些 對你不好的報導 這個我就會覺得說 我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那我赫然就又來發現 這幾天打開另外兩大報 包括中時聯合 我就直接點名 都沒有徐曉星的新聞 就真的都沒有徐曉星的新聞 那這個我沒有確切的消息說 他是不是有去找這兩大報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確切的知道說 他有去找一家這個網媒 這個部分去關切 這個是關切啦 好 那所以我就會赫然發現 那你中時聯合是對徐曉星特別好嗎 為什麼不選 為什麼他的 我們一樣都是媒體啊 還是他們覺得這個新聞 已經到了這種 這個不值得報導 或是怎麼樣的 不值得報導 好 那這就是媒體自己的選擇啦 那回過頭來 我認為就是說你看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情 是值得關注的 就是說這件事情下來 你今天除了陳玉珍 有出來幫他稍微說說話 對 之外 就只是講說 什麼徐曉星 為什麼大家現在綠的打他 因為監督的太強大了 你只有聽到陳玉珍 這種非常微弱的聲音 非常微弱的聲音 因為 那你有看到 今天國民黨黨團 因為我還是等好幾天 都沒有等到他們開記者會 他們今天早上 終於開了一場記者會 然後罵黃姐 沒有罵徐曉星 在罵黃姐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他們都沒有在幫徐曉星講話 怎麼會這樣子啊 因為我跑立法院嘛 事實上我認為 就是說第一個 因為徐曉星本來在黨團的人員 就沒有很好 你說這些 就是說幫他加油加油 這個當然是 在鏡頭前面 當然會人之常情啦 你說你碰到這些 我不好意思點名啦 但是你碰到這些欄尾 都是幫徐曉星加油 這個當然可以理解 可是背後 背後 他們為什麼不幫徐曉星 這個就是幫他們 就幫徐曉星講話 事實上 就我了解 就這幾天 他們對徐曉星的 一些言行也看不下去 包括之前 他去報徐曉星這件事嘛 這個很多的國民黨朋友 都會有所維持 就是說你之前 怎麼報人家的 那現在就講說 報病毒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他一涉案 就講離婚這件事情 他們覺得說這件事情 也凸顯得 你看徐曉星 你連老公出了事 你就可以說 我可以忙離婚 那你對這些同黨同志來講 你未來一定切割 一定切割更厲害 那第三個 他會認為說 徐曉星很喜歡轉移交點 就是用A打B 然後B打C 然後最著名 來打到自己人 打到許修睿 所以最後我要講的 就是說 國民黨的一些立委 對於這個徐曉星 本來以前他所作所為 就是會 包括他以前在跟那個 費洪泰 費洪泰 對戰的時候 就是很不厚道 這樣的行為 大家本來就對他有所謂 所以人後還是要留一線 人緣還是蠻重要的 是啦 那最後我要講 我覺得今天吳靜寅 講的那個也蠻有趣的 吳靜寅就是把他比作說 他跟柯文哲很像嘛 兩個都是烏賊嘛 就是他們的烏賊戰術 非常像 烏賊最會的是什麼 烏賊最會的就是四個點 第一個就是他們很容易 就是噴黑末 噴黑末就是用烏賊戰術 以A打B 然後第二個就會利用 周遭的環境 隱藏真正的意圖 第三個會快速的反應變化 最後就是會開始 真正的意圖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比喻蠻貼切 就是你看他現在 所有的事情 像他都會 就是用以A打B 以B打 就是開始一直轉一直轉 然後沒想到 都會打到自己人 你打溫朗東的兵役 結果沒想到 現在溫朗東跟你求差 你還打到你自己老公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他一再這樣子 歐龍説頭下去 最後回力標 都會回向自己